很多朋友看不起推手 其实推手实战中有很多的作用 并不是像大家以为的 我非得接上点 对方后撤山朵 你根本接不上对方 他是应对在比较狭窄的空间里面 你可以控制对方身体上的任何一个部位 从而牵扯到他的重心 我们举个例子 你接上手之后 你在这 但这个力量就是一个对撞 接上手之后 这种力量打过去 这个力量多大 你打他一个脖子 很不容易就把它打伤 是吧 把他中心拉过来 你很容易把他 整个人的中心都给他带过来 然后就打他一个点 我们接上手之后 那么我们开始 这是控制头部 当他重心不稳的时候 他没法打你 另外像这种双截手的情况下 双截手开开 控制对方的躯干 大家看的是以为是我在摔他 其实你不开始 你这脑袋撞上 撞上一下多厉害 鼻梁什么东西都受不了 加微信 使用形一拼音 学习旁超老师课程 然后第三 我们还可以使用二部的 例如在这个角度 打开挡住 对打开 这很容易就把对方 发放出去 所以包括你说 抓后脑 我们行一拳就批拳 那两个人接受完之后 这个位置 整个体重往下砸 因为当你一进攻 他的时候 他肯定要顶住 一拉 他整个往下 这个劲 这个力量很厉害的 然而这并不是结束 挡住之后 你给他往下砸 你还给他起呢 一起 一砸一起 所以用整个体重 砸起对方的后脑 静步 这个东西 大椎穴这个地方 经得住砸嘛 所以正确的推手 变劲的前提是 你得有装功 你撑住对方了 你才很轻易的 改变对方的方向 在狭小的空间 你和人发生冲突 你才能伤害他 所以站桩是非常重要的 我建议大家 可以学一下我们的课程 可以很快的 短期内提高大家的功力 你才能帮助